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梅德韦杰夫当天在俄罗斯电视台专访类节目中表示 即使在制裁情况下 欧洲同俄罗斯的双边贸易额也居于第一位 达4万亿美元 虽然俄方同欧洲一些国家的关系已经缓和 但还没有达到单独对这些国家放开禁令的程度 俄方可能将延迟取消进口禁令 同时考虑同关系紧密的欧盟国家在俄罗斯境内创办合资企业 从而使其产品能够进入俄罗斯 此外 梅德韦杰夫说 近期乌克兰通货膨胀水平接近35% 国内生产总值缩水17% 俄罗斯在此情况下不会落井下石 但乌方欠俄方的债务今年年底即将到期 俄罗斯的银行将通过法律手段按规定追讨欠款 对于俄罗斯国内局势 梅德韦杰夫说 过去的2014年是俄罗斯政府工作最困难的一年 但就在这一年中俄罗斯人口实现增长3.3万 当前俄罗斯银行系统运行稳定 资本保障充裕 这对铁路工业农业生产贸易领域中小型企业来说都是利好消息 俄罗斯农业正出现上升趋势 禽肉已实现自给自足 食品卫生安全 监控严格 品质有保障 不再需要进口外国禽肉产品 去年3月以来 欧盟因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 俄方也采取了反制裁措施 在此配景下 欧俄关系恶化 欧盟官员多次表示 在俄罗斯没有彻底履行新明斯克协议之前 欧盟将维持对俄制裁 日本16个历史学会历史教育团体当地时间25日 就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问题发表共同声明 驳斥日本部分政治家和媒体界朝日新闻 误报问题发表不当见解 要求这些政治家和媒体正式加害史实 与受害者真诚相对 声明说 一些政治家和媒体以朝日新闻所引用的 已故日本民间人士吉田亲至的证言 未能得到正确确证 声称日军强征慰安妇没有事实依据 不过根据日本政府官方见解 承认日军强征慰安妇的河野谈话 并非依据吉田引证 因此不能说河野谈话 没有事实依据 此前众多史料研究证明 强征慰安妇确实存在 上世纪90年代 朝日新闻等日本媒体报道 吉田亲至关于日军当年在朝鲜半岛 强征慰安妇的证词 去年8月5日 朝日新闻发表澄清报道 承认吉田亲至的证词未能得到确证 该报将撤回相关报道 声明强调 近年历史研究证实 不仅慰安妇的征用过程充满强制性 而且充当慰安妇的女性 长期处于人权遭受践踏的性奴隶状态 并遭到难以言说的粗暴对待 慰安妇制度与日本的殖民统治和社会性歧视关联 抛开问题背后不平等 不公正的政治和社会背景 企图以性交易契约的存在来否认强征事实 是逃避问题的表现 声明指出 如果日本部分政治家和媒体继续无视历史事实 在日军强征未安妇问题上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 就相当于上世界宣告日本不尊重人权 声明要求相关政治家和媒体正式加害事实 通过历史研究和教育铭记历史 不重复过去的错误 发表声明的16个团体包括 日本历史学协会 大阪历史学会 日本史研究会 历史学研究会 历史教育者协议会等 这些团体会员总数超过1万人 其中包括众多日本著名的近现代史学专家 相比于中国内地大型医院人满为患 日本医院可就冷清多了 无论任何时间医院里都非常安静有序 看病的人数也较少 难道日本国民不生病吗 病人都去哪了 一起跟随记者到东京一谈究竟 日本目前主要根据人口数量 地理环境 交通便利程度等因素 设定了三级医疗圈制度 所谓的三级医疗圈 就是以市厅村等最基础行政区域为单位的 一级次医疗圈 可以提供住院服务的二级医疗圈 以及在都道府县 相当于中国省级行政单位为单位的三级医疗圈 一般来说 当患者出现感冒发烧等常见症状时 会就近选择规模较小的一级医疗圈内诊所看病 而当出现较为紧急重大病症时 才会选择大型综合医院就诊 就记者个体体验而言 在记者居住的惠比寿一带 就有了皮科牙科内科外科眼科等 许多专科私立诊所 记者跟随朋友来到住所附近的一家皮科诊所 诊所的规模很小 有两位医生负责看病 几名护士分别挂号、发药、打针等 诊所内仅能容下二三十名患者 但是非常安静、温馨 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 经历了挂号、就诊、取药、付款四个步骤 记者花费了大约一个小时 虽然看病费用较为昂贵 但是由于记者的朋友加入了日本的国民健康保险 只用支付所需费用的百分之三十 而另外的百分之七十则有保险负担 所以就医并不感到负担很重 日本的国民健康保险是日本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向每一个日本人和在日本居住以上一年的 以上的外国人交纳一定数额的保险费 就可领取国民健康保险证 在日本每家医院都可以直接出示保险证付费 而且保险证在全日本通用 虽然在私人诊所里也会有一些医疗事故出现 但数量远低于公立大型综合医院 原因在于这些诊所主要负责解决人们的日常疾病风险较小 其次一旦出现医疗事故 诊所会面临相当惊人的赔偿费 还有可能被剥夺行医执照 从业者往往处于时刻谨慎的工作状态 现在让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视野 接下来依然是我们的东北亚新闻 随着国家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入 近日记者来到辽宁省张五县了解这项政策的落实情况及实际效果 当地干部群众普遍反映 由于近年农产品价格上升 林产品价格持续低迷 造成种树效益远不如种粮 一些村团植树造林动力不足 甚至有个别毁林种田的现象发生 据介绍张五县及林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沙地南端 在历史上一度形成60万亩的风沙带 流动的沙丘吞噬农田 房屋杀进人退 沙漠化严重 半个多世纪以来 张五人大历史是固沙造林工程 林地面积从新中国成立前的18万亩上升到178万亩 森林覆盖率从2.9%提高到36.1% 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现在这个树的年龄已经得有60来岁了 那这些松树它在当时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个松树当时来讲可以说没有这些松树 可能现在这个沙丘已经挪到沙阳 已经挥挤到沙阳城 这片这个松林这个实验成功以后 把这风沙打住了 科尔沙漠在这里止住了脚步 我们现在所有的林地全部完成了转置 严格地按照中央这个精神 落实到这个个能户 在张五人人知道 种树防风固杀是为了生存而战 几代人历尽艰辛 终于形成了如今的绿色屏障 为整个地区及国家的生态环境做出了贡献 但近年来种树对个人来说越来越吃亏 尤其是当年退耕还林的大户 在经济效益上损失惨重 甚至发生个别砍树复耕的现象 洪峰村村民吴振生 10年前把自家20亩耕地 外加上120亩荒山全种上了树 虽然每亩林地国家补助160元 但与种粮的收益差距较大 近几年的效益看吧 能业效益上来了 林业这块不行了 能业这块呢 现在玉米一亩地 老百姓也经营好的点的话 都产到1800到2000 所以一块钱一斤 这是2000多块钱 去的成本还得生个1500 我自己现在是140多亩地 140多亩林地 对 林地 把自己家耕地拿出来 二种地一共 你现在这个效益还没建造效益 一点都没建造 这国家就在补助 现在跟你说农民 有一些农民算的是经济上 我给这栽树就不如种地 相差比例有一定差距 你比如说这一棵树需要20年砍树 那么20年砍树的时候 和现在这个能种物的价格比 它得差30亿 张武县阿尔乡多个村屯 地处省级自然保护区 这里的村民普遍担心 即使到了轮伐期 也得不到财阀指标 只能捧着林权证干着急 由于是自然保护区 一些产业还不让引进发展 多种经营致富受到限制 村民们纷纷表示 希望国家制定相关政策 适当加大生态补偿力度 据了解 张武地区自然环境恶劣 干旱少雨 在苗木培育和日常浇灌养护方面成本很高 造林成活率仅有30%至40% 远低于80%的平均水平 另外林木成材时间也是东部山区的一倍作用 村民发展林业的镜头不足 成材很慢 因为它这个土地土地薄 成材啊 别的地区可能是八九年十的年 可能就是一查数 我们这个要成材的话 可能大致底在15年左右才能成材 所以说周期照人家正好是啥 是增加了一倍 今天我们有一块地 已经是接近15年到20年了 我们把它激发了 400亩地区的树 我们激发以后的话 树的销售收入才10万块钱 这是一亩地区的收入才250块钱 收益很低 张五是国家级贫困县 每年的财政入不敷出 今年虽然不断加大对林业的投入 但仅仅依靠县级财政的补贴 无法调动老百姓的造林积极性 另外受自然条件限制 当地造林的后期管户成本较高 而这笔资金也没有着落 平均一年投入应该是两个亿左右 现在是国家省市投入 大约在一个亿 我们质筹也得一个亿 这一个亿对我们平均线来说 也是一笔大钱 这也是一笔大钱 就封杀比较严重的地区 它当年造林不成林 实际上咱们以后的管户 补质补照这面积都非常大 所以说咱们在这方面的投入特别多 特别离后期管户 现在咱们国家就是一致性投入之后 后期管户这方面 没有太多的钱 所以说咱们那是管户这块 还得靠咱们自己 在我们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 就是搞这些生态建设 也确实是不易 李正国从事林业工作三十多年 在基层林场时就一直研究发展林下经济 想用多种经营增加林业收入 用市场的杠杆调动老百姓种树的积极性 但由于风沙大 汉清重 曾经推广过林下种植草皮 养残等项目 都没有取得好的效益 近期在省林科院的指导下 在林场示众林下添麻 如果获得成功前景广阔 现在看眼前这片地 这种植的是天麻 据说现在这项目非常好 如果这项目要是确实可行的话 明年就打算 在相对的广的地区进行推广 现在看这据说是 现在我们也在考察来搞试验 在别的地方 这个它的母存力能达到三到五万 不种大田来 改成种药材 获得更高利益的时候 咱们林地之源也就保护了 因为这个它正好 在采访结束时 村民带领记者来到科尔庆沙地 与张武县阿尔相交会处 咫尺之外就是漫天沙海 而肆虐的黄龙就歇背锁住 当地林业部门表示 要想从源头进一步一直沙尘 张武县的植被面积还得增加20%以上 把一些不易耕种的土地 退耕还林是完成这个目标的有效途径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随着抗联歌曲《露营之歌》在革命老区黑龙江省汤原县唱响 重走抗联路主题教育活动5月25日正式启动 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来自加姆斯各地的11个小分队以及汤原县的签议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活动现场进行了庄严的授旗仪式 人民解放军战士手持书写重走抗联路的红旗 略队进入场地中央 抗联名将李肇林将军的女儿张卓雅女士 结果旗帜授予各支队伍的队长 今年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个活动呢 应该告诉世界人民 东北这片土地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整整打了14年 而这片土地三江平原 就是东北抗尔联军11个军 8个军在这活动的一个根据地 这里的人民孕育了抗尔联军 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的代价 保护了这支队伍 随后各支队伍从凤鸣公园出发 沿东西两县 向汤原县境内的两处抗联遗址进发 许多抗联烈士的子女受邀参加此次活动 在烈士幕前纪念碑前 在抗联遗址前 这些已经花甲古稀之年的老人 树立默哀鞠躬行礼 向那些知名的或不知名的抗联英烈致敬 康秀国今年已经65岁 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 他把在东北抗联第六军军部边上 采集的一捧黑土收入囊中 这不是老根基地吗 这个土今天一下抗联过去的事实 您的什么人在抗联这边啊 我的爷爷有36年牺牲的 那您拿这个土又带回到哪啊 带回到市里去 给他们那个都带回去点 北京的上海的都带回去点 加姆斯是东北抗联的发祥地和主战场 辖汤园 华南等多个革命老区 抗联的11个军有5个军诞生在加姆斯 有8个军曾经战斗在加姆斯地区 这里留下了周宝忠 李兆玲 赵上智等抗联战士的足迹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环球视野的全部内容 更多的新闻资讯请登陆 吹抛w.chinoge.com 我是剑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